大家好,我是响哥 今天在家做一个非常好吃的高蛋凉皮 首先盆中加300克的面粉 500克的清水 面粉要用高筋粉 用打蛋器搅成面糊 这个时候面糊还太浓了 再加200克的清水 总共就是300克的面粉加700克的凉水 再次搅匀 接下来我测一下浓度 放入浮剂看一下它的浓度是10 再准备两克的食用碱 用温水化开 倒入炼浆中 再次搅拌均匀即可 接下来开始操作 起锅 锅中烧水 水尽量多一点 开大火将凉水烧开 最好是准备两个凉皮螺螺 螺螺子不全部刷上一层油 在要蒸凉皮之前 面浆一定要在提前搅一下 这个凉皮螺螺比较小 倒上三勺子就可以了 如果得想蒸厚一点 可以多倒点面浆 锅开之后放上面浆 将螺螺稍微旋转一下 让它受热均匀 接着盖上盖子 大火蒸两分钟即可 快蒸好的时候用另外一个螺螺 去倒上面浆 现在已经蒸好了 打开盖子 冒大泡泡即可 特别的好 然后迅速的取出来 放入凉水中 让它快速的冷却 接着再放上另外一个螺螺去蒸 盖上盖子还是两分钟 火要大 这个已经凉了 刷上一层油 接着再将凉皮取下来 看一下特别的筋道 这是第二章 同样的方法 油刷好之后 轻轻的一接就下来了 如果时间长 罗罗底下粘的话 可以清洗一下 现在已经全部蒸好了 取上两张 对折 切成快一点的条 切好之后装盘 再配上一点黄瓜丝 最后淋上调好的 蜜质酱料 一道非常好吃的高蛋凉皮就做好了 这个凉皮做法非常的简单 不用洗面 也特别的方便 如果你喜欢的话 那就赶快收藏吧 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做这个高蛋凉皮的技术总结 面粉选用高筋面粉 面浆的浓度很重要 太稀或者太浓 都会导致凉皮不成功 在面浆中加入适量的食用减面 或者加一点盐 减面要是太多的话 凉皮会发黄 在蒸凉皮的时候火不要太大 也不能太小 太大容易裸裸进水 如果还想更加筋道 可以加适量的虫土豆淀粉 我是响哥 喜欢记得